嗨大家好,我是G0V揪鬆團的怡婕 很開心大家可以來參加G0V的黑客鬆 那現在要開始新手教學囉 今天是G0V第39次黑客鬆 Stay Home Headphone又再加黑客鬆 想要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G0V 那G0V對我而言 它比較像是一個場域 之所以稱之為是場域 是因為參與者跟貢獻者 是自由來來去去的 沒有像組織那樣嚴謹的界線或架構 那在這樣的場域下 會有很多獨立運作工作小組 像是舊松團、Intel 然後也有一些個人或不同面向的專案 像是Cofax PL機器人、V台灣或萌典 那都是獨立運作的 也是有因為突發事件而出現的快閃專案 像是太陽花雪運的那時候軟硬體的架設 然後高雄氣爆資料彙整 或是這次肺炎的口罩地圖 G0V除了線上的連結之外 實體的活動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見面啊 聊聊最近在做什麼 然後邊吃零食炸雞邊敲鍵盤 這才是G0V頭腦風暴最強烈的時刻 那揪松團的話是會揪雙月黑客松 然後基礎松 然後其他專案會有自己的小松 像是V台灣的每個禮拜三的小松 然後真的假的會揪編輯小聚 那另外像是旁邊這個是每兩年會舉辦一次的G0V三密雙年會 那今年的年底也會有舉辦這樣子 那每一場的實體聚會都是會讓專案慢慢前進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G0V揪松團 揪松團目前運作是六位志工跟兩名職工組成 那職工就是負責專案的執行和規劃 那每周會跟志工開會來確認目前執行的狀況 然後討論社群的大小事 目前揪松團比較主要會籌辦的活動 就是雙月的黑客松 然後今年開始進行一個臨時小學校的專案 然後過去呢 我們也舉辦了四屆G0V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 另外也有維持社群的基本運作 然後有些協作的工具啊 或者是軟硬體設備的提供 那接下來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松的一天是怎麼進行的 在新手介紹之後呢 9點40會開始三分鐘的提案 大家可以從活動的共筆裡面 找到要提案看提案 那邊會有今天的三分鐘提案 短講跟成果報告的提案連結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接下來是誰會進行發表 跟該專案的相關資訊啊 或者是說他們的投影片 這樣子想參與的人就可以更容易理解 專案在做什麼 那10點40就是大家報名的時候 如果有寫下三個關鍵字 我們就會把它輪播出來 讓專案的坑主知道說 可以找誰幫忙 然後來加入專案 那這次的報名也關係到 後面分組討論 hacking的時候 就是視訊會議是 它會有顯示你的keyword 那如果有報名的話 你就是會顯示你的keyword 所以還沒報名的人 可以趁等一下的空檔再去報名 11點的時候呢 會開始分組開工hacking的時間 那是一直持續到下午5點的成果發表之前 所以中間的短講時段 雖然你也可以繼續hacking 那你也可以開youtube的頻道 聽一下說 這次的大宋有什麼有趣的短講議題 可以聽聽看 那在這次的線上的時候 我們有重新啟動了新手旅行團的活動 所以在11點半的時候呢 youtube的主頻道就會進入每個專案的視訊會議 然後參與一小段的討論 讓不知道要去哪裡的新手 可以從主頻道的視角來看一下專案的討論 所以如果途中看到說 我想要參加這個專案 那不要猶豫 直接進入專案的視訊會議室吧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如果隨時你想要離開這個專案 然後想去聽聽別的專案 換一間會議室 也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坑主們都有堅強的心來面對參與者來來去去 那兩點的時候 兩點半就是轉講的時間 他是自由參加 那我們總共會有六組的發表者 那每組會有八分鐘的時間 那發表者就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最近專案的狀況 或是開源社群的大小事 那說個小秘密 就是有些專案 他們想要跟大家說更多的細節 就會選在這個時段來發表 因為短講有八分鐘啊 比三分鐘提案還多了五分鐘耶 再來就是最後五點的時候 我們會進行這一次黑客松的成果報告 專案當天不一定就是會有很完整的架構或網站成品 但是我們會希望提案人或者是專案的參與者 可以在這個時段分享一下今天討論的結論 或者是說未來發展的方向 來幫今天的活動做一個總結 那這樣子你可以說出下一次的action item 就是你的行動步驟 讓專案不要只是嘴上說說而已 所以黑客松的一天大概是這樣進行 新手要做的mission one 就是加入G0V的slack 在G0V如果想要跟大家討論 很重要一點就是要加入slack 因為它就是 其實它就是一個像Line的通訊軟體 那slack呢 在G0V就是大家共通的通訊軟體 所以有任何的想法都歡迎加入slack跟大家分享 那前面有提到就是等一下晚點開工的那個視訊會議 它是有綁slack帳號 所以需要大家先去註冊跟報名 那這邊有超詳細的註冊網址 所以你也可以在活動共筆帳找到 那新加入的朋友就先等一下先去註冊吧 那mission two呢 就是找到共筆 共筆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聽過跟同學一起做同一堂課的筆記 在G0V的活動裡面 大家也都會用同樣一份文件來做編輯 然後或者是專案討論 所以如果你找到共筆 你就得到了進入專案討論的大門鑰匙 通常最新一期的黑客松活動共筆 我們會更新在揪松團的首頁 然後G0V的粉專也會有網址 那在揪松團的首頁呢 你點擊這個本期共筆的地方 就會找到這一次黑客松活動的相關資訊 那在共筆裡面你可以看到左邊的卷軸往下拉 會有一個框起來這邊就是前面提到的三分鐘提案 短講跟成果發表的提案等計表 那點進共筆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很詳細的專案簡介跟連結 然後主要可以看一下專案的主題 然後他的共筆連結 或者是他在真的是什麼樣的人 那當然啦 更多的資訊就是打開那個專案的共筆 然後你就可以看見 那什麼樣的專案適合來黑客松提案呢 這就要說到G0V的理念 首先在黑客松的成果是需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你需要開放授權 那坑主就是要想好我的專案要用什麼方式開放 那開放程度到哪裡 別人如果想要用的時候要遵守什麼樣的規範 那如果這些賬的一頭物水沒關係 G0V的貢獻者呢有開發一款CC授權小幫手 你可以搜尋這個名字 所以只要回答簡單的問題就可以知道說 那我的專案可能要怎麼樣標示 另外就是開口問 因為G0V的文化是樂於解答 不用擔心問錯問題 第二個是行動主義 想要做什麼拿出來做就對了 寫一個初步的構想 或是給大家看一下你畫的框架 那不一定要到很完整的程度才能拿出來 因為在半成品上面加工 也是G0V很常見的一種文化 最後一項是公民精神 G0V是希望大家能更有公民意識 身為公民我們會希望可以創造更多的公共利益 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進步更好 所以簡單說 只要你的專案有開放授權 也就是開源 然後開始做就趕快告訴大家 讓大家加入幫忙 並且專案是對社會有益的 就歡迎你到G0V來提案 那如果你想要看看 過去有哪些提案 一樣可以在舊松網找到過網活動 然後看一下每一次黑客松活動的共筆 就可以找到不同的專案提案 接下來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Roni客製化的視訊會議室 那點這個網址呢 就可以看到在上一次的會議室之後 Roni又進行了一次改版 所以現在可以直接在左邊看到這一次活動的直播 YouTube直播 那右邊就會是各組的會議室 點擊進入之後呢 就可以進入各組的會議室 進入之後呢 可以看到上面一樣有可以看到這次的共筆 然後有影音畫面 或者是可以直接從這邊回到大廳 那右邊的話呢 會有聊天的視窗一樣可以點選 也可以看到這一次活動裡面 現在的會議室裡面有哪些成員 那點選了影音畫面之後呢 一樣在畫面的右下角可以開啟你的麥克風 開啟你的鏡頭 以及分享你的螢幕桌面 然後就可以看到每個人的視訊鏡頭 然後跟操控你的麥克風的開關 那如果這時候你想要加入其他組的討論 你只要按回大廳 你就可以回到一開始的畫面 然後加入其他的聊天室 Mission 4 就是交朋友之術 在G0V呢很重要一個部分其實是交朋友 因為一開始你可能還不熟悉專案 但是只要你鼓起勇氣說話 或是打字傳訊息 你就開啟了交朋友跟參與道路 參與專案的道路 那第一次參加黑客松要怎麼交朋友呢 因為在一般的實體活動 我們是會放技能貼紙 讓大家來選符合自己的貼紙貼在身上 這樣子有相同的技能 可能就可以作為話題的開端 那在這一次的線上黑客松 是使用報名的時候 所填選的三個關鍵字 自我介紹讓彼此更了解 那頁面上就是有slag id 可以直接進行聯繫 但是我個人呢 會建議是直接在公開頻道提問 這樣比較可以避免 就是收不到回訊 因為可能大家很忙 然後而且大家也是比較喜歡 在公開的channel討論 勝過私人的訊息 因為可能會就是有更其他 你意想不到的人加入討論 再來是施展有禮貌的亂入之術 怎麼樣可以既有禮貌又亂入不同專案呢 這邊有幾個問句可以給大家參考 像是請問剛剛那個某某某的提案在哪裡 請問剛剛自我介紹 就是有關鍵字的這個人 他是在哪個專案裡面 或者是說我對於某個議題有興趣 我想做什麼 有人要一起嗎 這樣就是最簡單 或最有禮貌的提問方式 所以歡迎大家多多搭訕交朋友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找誰詢問 可以優先瞄準坑主或者是G0V大使 在你可以直接進入視訊會議 或者在slag上面直接at坑主 那線上黑客商是非常需要 依賴協作跟溝通工具 所以才會一直提起slag 因為那邊真的是訊息溝通最即時的地方 那接下來是call of conduct 就是行為守則 這是很重要的社群守則 就是你在參與G0V相關活動 不管是實體或線上 我們都會需要參與者 幫我們遵守這樣的規則 那我們是不能容忍任何人 對參與者以任何形式的騷擾 我們致力提供無騷擾的環境 給每個參與者 所以當你被要求要停止 騷擾行為的時候 請你立刻停止 伙伴是謙虛的 團隊是歡樂的 做事是熱血的 請大家一起維持這樣的氣氛 那討論的時候 請對事不對人 不要指責別人 另外最後一點是 要傳達給非新手 或者是未來你不再是新手的時候 請記得新人一開始茫然的感受 請友善的回應新人提問 就不要叫他RTFM 或者自己去看手冊啊 自己去Google 這樣子是會破壞社群良好的交流 Mission 5就是從幫忙紀錄開始 那今天如果你進入了某一個專案的會議室 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呢 不要緊張 建議大家可以幫忙從紀錄開始 因為你可能一開始插不上嘴 或者是不知道脈絡 但沒關係 你就打開共筆幫忙紀錄 那如果專案還沒有共筆 你就立刻幫他開個共筆啊 這樣子紀錄一下討論的內容是最好的 那這個就是HackMD 在G0V的社群是有跟HackMD做合作 所以是有專門的網域 是放G0V討論的共筆 網址在畫面上 然後也是需要註冊跟登入 但他有很多登入方式可以選擇 那登入之後 你如果需要編輯 你就可以點選圖示左邊的筆 或中間有一個雙藍的圖示 我是建議中間 因為這樣子你左邊打字 他右邊就可以呈現 就可以立刻看到 啊不要擔心他底很黑 很像看不懂的程式 其實他就跟你開Google線上文件一樣 你在左邊輸入 右邊就會跑出紙來 就可以開始記錄啦 那MISSION6 就是鍵盤參與之數 這一次的線上再加黑客松 應該可以讓很多害羞的人 不用說話就可以討論 但如果你真的還是很害羞 然後事後想要繼續參加討論 在G0V有兩個臉書相關的社團 可以加入 一個是後勤中心 另外一個是閒聊哈拉區 只要跟社群有關 都可以歡迎在這邊討論 另外就是SELECT 雖然是英文的介面 但是你加入之後 他就會把你送到 人最多的GENERAL頻道 現在裡面有6400人左右 應該有更多 那他是G0V超大型聊天室 然後最近很夯的那個口罩 要舉口罩地圖 也是在這邊 就是第一排搖滾區可以看到 所以歡迎大家多多加入 那最後就是最重要的新手之數 吃東西吃東西吃東西 只要認真的吃東西 然後跟大家聊天 就會有專案產生囉 因為這次是線上黑客松 所以我們是歡迎大家 把今天吃的午餐 然後點心或者是你開工的照片 上傳到這次活動的頁面上 或者是你個人的SNS平台 然後加上hashtag 到了最後一個mission G0V很重的一個quote就是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準備好就可以開始動手做 這一次的大松也要感謝主持的 揪松團 Ronnie Isabel 哲瑋 Bass還有我一階 然後直播錄影要感謝 Teammark 跟任翔 然後這次我們有徵求比翼的志工 Sam 知浩跟Ace Chan 然後就感謝這次的貢獻者 來幫忙完成線上的黑客松 最後 如果你希望G0V的活動可以繼續舉辦 也歡迎到揪松網的首頁去認養大松 這些捐款都會作為黑客松 舉辦的活動支出跟社群基礎建設的基金 感謝大家 祝大家今天Happy Hacking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教學